展示门慢慢打开 旁边的照片就是象征环保 救灾到复位的防灾理念 921 20周年的防灾教育特展 台北信义区的湘体广场是最后压轴 因为当时可能发生 我们并没有那么切身的去了解 那我觉得实际今天能够讲 我觉得师姐刚讲来 我其实有点会想流眼泪 每一个人都从基底做起 然后再发散出去 民众从志工的导览 听见了用心与感动 其实这个展览也可以看见 许多慈祭一路走来的点滴与初衷 上人那时候是用悲极无言来形容 我想这个事 我想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人 是很难以想象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其实慈祭也在20年 这一路走来开始去做 从震灾开始到防灾被灾的 各种的研发 整齐花艺的动作搭配气势磅礡的中古演绎 一开始就吸引许多民众 尾观拍照 周一特展不只有静态展览 也安排许多周边活动 要把这么好的场地发挥到最大效益 我们把台北市最多人潮的地方 我们的乡体广场 能够来做这样的布展 其实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期待 也就是说所有的市民 所有的人都应该要了解到 现在其实是四大不挑 我们所面对的极端的气候也好 甚至地震的来临 究竟我们有没有做好防患的准备 上人曾说台湾无以为保 以善以爱为保 不管是每天将近150位的志工人力 或是展区里的图文报导 921特展虽然看见了历史伤痛 也见证了台湾真情 大爱新闻张略嘉台北报导 大爱新闻张略嘉台北报导